OK 那接下來我就透過這個簡報來跟客戶 各位客戶介紹我們關於這個付費廣告的部分 大概三到五分鐘 好 那有關關這支付費廣告呢 我們主要是說我們先想為什麼需要廣告 其實分四大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品牌 還有形象知名度的提升 也就是快速接觸潛在客戶群拓展業務 再來就是說增加銷售額 會員訂單或詢問 再說比方說你有辦什麼行銷活動事件 需要大量的曝光等等的 那麼為什麼我們會選擇Google AdWords 主要是因為它的 它佔比較多的優勢 比方說在平台不分可以選擇YouTube 或是它的browser是用很狂的 所以說基本上它佔很大的搜尋引擎的優勢 再來就是國內很多大型的流量的網站 像是皮克班啊還有Mobile01 都是與它做合作做廣告聯播網曝光 那關於廣告聯播我們在稍後會做介紹 還有像蘋果、日報、數位版等等 另外一個就是說它對於目標客群的選定很好用 比方說年齡層、國家區域甚至喜好 所以說你可以在台灣做播放 比方說美國或是說中東國家的廣告 或是說在台灣呢你可以設定區域 比方說你只要在雙北市顯示雙北的廣告 其他區域不顯示 再來曝光方式 我們就提到剛剛等一下前面所講的 廣告聯播網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是主動的方式就是 客戶只要透過搜尋引擎搜尋相關關鍵字 只要帶到關鍵字 那麼你的活動、你的網站、你的廣告就會推薦出來 第二部分就是像我們可以看到圖中的 比方說YouTube這邊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相關屬性的主題的影片 你可以在右上角的部分 或是說橫條的背影的影片下方的橫條背影 都可以顯示這個廣告聯播網的廣告 這是屬於比較被動式的方式 但效果不錯 而且它的點擊成本不會像提供那麼高 再來第二個 我們如何幫業主執行規劃 首先你要設計一個廣告活動 之前一定會有一個決策目的 像前面講四個目的 你有品牌想要曝光或是想要增加銷售量 或是說有些事件活動想要增加大量的曝光 那麼我們會透過上面的流程圖來幫你做規劃 其中比較特別統計行銷、KPI、流氧統計 我們是用GA來做分析 那透過G也可以看到比較正式 Google所提供的報表 所以說點擊或是停留時間都可以很明顯看到 也可以透過這個部分來調整 網站的UI使用者經驗或是說動線的部分 那麼收費方式基本上很多種 業界大概都是一到兩次 還有其他所溢價或是有成交才有收服佣金 那麼我們在下一篇會介紹要投入付費廣告錢 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那對於這個關注廣告部分 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如果你有相關的儀物 是需要業務的洽詢 可以透過影片下方的連結 我們能節償為您服務 好謝謝 謝謝